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品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美国第一大集团是黑石集团 也叫Balad 那么他现在将中国股票的评级 从中性上调至超配 Balad他管理着十个亿 每万亿十万亿美元的资产 全世界你只要念得出来的公司 他多多少少 哪怕是百分之零点几的股份 他都有 这个可以说是犹太资本的 这个 那么他是在门做这个 做这个资产投资这一块的 那么大家要知道 伊朗他这个飞弹 飞到了这个应许之地 这个是看得见的战斗 看不见的战斗 那就是老共 老共打金融战也是牛逼的 先后两次击败索罗斯 等国际大鳄 那么 那人家说 这个索罗斯是他个人 索罗斯不是个人 索罗斯在背后是美国国家力量 他是深层政府的 边角料的 露出来的那一个 还有这个Balad这个公司 他呢 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来看 这就是中美金融战 Balad 我走了 我又回来了 Balad刚刚发话超配中国 在国庆假期当日 发生了一件大事 此前被传离开中国的 全球资产巨头 资管巨头 Balad刚刚发话超配中国 10月1日当天 Balad投资研究所表明 将中国股票的评级 从中性上调至超配 该机构认为 鉴于中国股票 相对于发达市场股票的 折价 接近创纪录水平 且存在可能刺激投入的 重新录制的催化剂 短期内 仍有适度增持中国股票的空间 Balad上调中国股票 评级至超配 Balad投资研究所表示 将中国股票的评级 从中性上调至超配 该机构认为 基于中国股票 相对于发达市场股票的 折价接近创纪录水平 且存在可能刺激投资者 重新录制策划剂 短期内 仍有适度增持中国股票的空间 那么还有就是 在Balad身上有几件事情 有意思 一是 去年9月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Balad旗下产品 Balad全球基金 BGF 在9月5日 股东信中宣布 将于11月7日 关闭子基金 中国灵活股票基金 二是 今1月 有消息称 Balad寻求以30%的折扣 出售上海写字楼 有连将此信息解读为 Balad计划出售 位于上海的团队办公所在地 不过 所谓Balad逃离中国 并非争持 只是部门 部分 或团队进行了收缩 像Balad基金 其实并未发生变动 第一点 所谓中国灵活股票基金 其实是RQF 中国主题基金 17年成立的 规模只剩下 2000多万美元了 所以请了它 也是 所以轻了 也是就轻了 影响不大 和Balad中国管的基金 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么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Balad目前呢 这个Balad基金管理 规模只有56亿 近三年 巨亏35% 近三月 盈利只有3.44% 远远跑输 互升300 也就是说 Balad他今年 在中国啊 到目前为止呢 他也没挣到什么钱 没挣到什么钱 没挣到什么钱 然后呢 他就想要这个撤了 因为他是做这个资管 他跟那个叫什么 华尔街他们那些 搞那种 投机的 还不一样 他是做资管 之前在中国 就是潘石屹的 这个SOHO 要卖给他 他要这个收购 但是被北京给叫停了 所以潘石屹也没钱了 因为这个 Balad他在北京的 比如这些SOHO 在全国这些SOHO 你在这里进行交易了 在那边 付给潘石屹美元 就可以了 怎么可能让潘石屹 这么的 轻松就 写巨款 RUN啊 不可能的 叫停 而且现在 中国 一到七月份 M1资金的不足 整个经济形势 也不咋的 那他也是亏钱了 他也想要撤了 但是撤 现在看到中国 股票这么大涨 啊 他也有一些空仓啊 因为空仓 也被那个干掉了 啊 然后现在就是 重返中国 对资产 对中国的股票 股市进行超配 他都这样来发布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呃 我们国家呢 我觉得这种做法也是对的 就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来 那么 改革开放呢 之前 基础工业 国防军事工业 这个基础先打牢 这套制度的框架 先先驻牢 改开以后呢 大力发展这个民营企业 啊 国企呢 也走向世界 那 这是一个做企业的一个时代 对吧 那90年代 金融市场 啊 包括整个制造业 啊 对吧 第二产业 啊 的大的发展 也是 啊 这个阶段的一个特点 2000年以后 房地产业 啊 爆发 啊 股市也来过 这个牛市 对吧 金融市场 啊 也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那么 再到了2010年以后 啊 那就要开始进行 所有的供给车改革 一点一点的 啊 找这个机会 对吧 那实在是 各条战线都拉不动了 外贸各方面 对吧 也就是 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那你就要拉股市了 啊 他是一点一点来释放一个一个个空间的 那股市拉完了以后 在在干嘛呢 股市拉完以后呢 那可能更加在在在放开了 对吧 放开 像有些低效的国企 直接就给他改 解体掉 啊 让这个民营整路 对吧 你有良好的金融的 这么一个一个底在这里 啊 他金融还是要服务于这个实业的 啊 到时候就是中国就是以这个高科技为为龙头了 所以说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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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 不像他们西方 他同时间各条战线七头并进 熬干锅熬煤肉 只想要 啊 这个 因为老美大家知道 他是建设第三 阶段 自民主义的第三阶段是什么 就是帝国主义 他只建设帝国主义失败了 他没建成帝国主义 妈的帝国主义他建成了 那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所以他没有建成帝国主义 啊 再工业化也也废了 所以说你看 之前说什么 外资跑了 我说句实在话 老兵都一直以来都说过这这句话 很现实 他们老是在炒作外外资跑了 中国要要垮了 仿佛 中华联盟共和帝国 没他妈外资 你我都得饿死 我想请问究竟是外资需要中国 还是中国需要外资 对吧 而且外资跑了 是不是竞争不过中国的企业 那 这就是很现实的 所以说 你看到伊朗在轰炸以色列 但同样的 昂游混合体 十三家族 他们这些资产管理公司 他们这一些金融 也在跟中国发生激烈的战斗 今天港股回调 有的人 我看那个什么小红楼上面 有些傻逼傻软 又在那个地方 畅然中国共事 或者说在那里骂 你们这种有赌徒心态的人 就他妈别去金融市场 别他妈去资本市场 那就资本市场 好吧 那么他妈弄得跟赌场一样的 就赌博他也要有技术含量的 所以老兵说过了 你搞清楚 你是铁炮玉 玉无双 还是英国绿 你现在等级是助击 还是新转手 还是上乘 还是鬼神 我们首先 任何的事情 它都要有一套逻辑在里面 有一套理论框架在里面 你操逼操逼有理论框架 你掉坎子 掉坎子有理论框架 对吧 你今天享用美式 美式也有理论框架 你上班 办公室政治也有理论依托 所以说任何的东西 都有一套理论 今天港股这样子跌 你就鬼叫 你就不适合再炒股了 你真正的 我们远的不要讲 不是什么全球股市 现在已经不流行什么 谁跟你讲 他操盘 弄什么六台电脑 六个显示屏 去他马屁 吹屁 这种软东西 他能炒得好股票的 厉害的就是一个手机 几秒钟开一次 几秒钟开一次 就可以了 你就关注一下台股 台湾的股市也要关注的 它的这个资金进出 也要台股日股 韩国取他妈咪 就别去管了 日本的稍微看看 但也不是很好 主要是台股港股和A股 今天港股的 这个做法叫做 溢价平衡 我他妈涨上去了 我不得卖吗 套 赶紧套线 通过 互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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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港通 来一股 老外的资金 60% 都是在港股里面的 所以你要看 恒生指数的 哪怕你台股不看 你炒 这个A股 你也要关注 恒生指数 好吧 给他提醒一下 这个玩意 他不是说 像你想的 就跌了 妈妈 苦瓜苦瓜脸了 长了他妈的 就不得了 了了 牛逼的不得了 对吧 切记 追涨 杀跌 我认为 一个健康的股市 它一定是要有回调的 而且 当然 来往谈的 我不谈什么 单个各支股票 这个东西 从来不操作 这个东西 它就是股指 股指 大盘 操作这个 短平 高强度震荡 上下来回 三四百点 这样子 这样子 这种是最好赚钱的 没有震荡 只有他妈的猛拉 要不叫猛爹 这个他妈赚不了钱的 大家知道吧 你要有一个理论 乔律师知道你自己是谁 你是铁炮鱼选手 还是育无双的 育无双他是搞 他妈就像打麻将一样的 要找到排浪 大家知道 很多人都会打麻将 你们打麻将 是不是都知道排浪啊 对吧 是不是有 就是那种感觉来了 排浪来了 妈笔怎么 就是说 怎么摸 怎么有 怎么摸 怎么有 对吧 有些人打麻将 是不是这样的 妈笔心里面 想来 来一只 小鸡 口一塌 小鸡 来了 对吧 来一个二统 二统 来了 来一只白皮 白皮来了 这他妈就是什么 这个就排浪 你抓住了 你就OK了 但老兵是属于是什么 我如果按照我自己在的 我属于是英国绿 靠直觉 我没这么这么猛的麻痹 想来什么来来什么 差不多 而且 还有一个 北莱德 他发出这种信号 就代表了 全球的资产 管理 全球的钱 都大量的 要进入到 中国 现在迦南已经不行了 伊朗倒在炸了 他们都在删画面 你看他们对全球这个他妈的 这种舆论控制有多么厉害 马化成他妈的不就是他妈的 米尔纳的狗吗 马化成的腾讯在帮助米尔纳 米尔纳是他妈的利库德集团的 这么做这个事 你要知道他们这帮可萨的 在全球他们收购很多公司 或者录股很多公司 小红书米尔纳也来露骨 你怎么能够知道 这个米尔纳 他的顶头上司 是不是那坦尼亚活 我怎么感觉 就是 就是妈 腾讯也是这样的 阿里也是这样的 那马云为啥要去那边 那去哭 哭抢第二圣殿 那马化成也是 也是一个弊让的 潮汕人他妈只认钱 只认钱 没他妈祖国的 只认他妈的 只认他妈的 这个钱 那妈比钱 都塞 塞那妈皮 塞他妈塞满 这种那妈 就直接给他什么 给他干嘛 给他狗决掉 炮决掉 全是全是 只认他妈比钱 配合他在中国 进行 他们删掉这种 这些 可撒的 这种惨况的 这种视频 删掉 所以我跟各位讲 一个是对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 因为他们 他们主要武器 就是金融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金融 所以他们 这个国际 这些大的资本 这些钱 全部要进来 别来的 都都要 吹响 吹响 超配中国 A股的 这个号角了 接下来的战争 圣战 是非常激烈的 这场 圣战的 获胜的 关键是什么 这场 圣战 获胜的 关键 就是大家的 三百亿 万亿的存款 不叫你 不是叫你 全部都弄掉 拿个一部分出来 打爆掉这些币 他本来的 美国最最牛逼的 他只管理十万亿 和人民币 也就七十个亿 七十万亿 而我们有多少 他这个钱 还是不能够 直接来调动的 全球犹太的 总资产 是三十三万亿美元 也没有我们 这比存款多 这就是中共 能够不停的战胜 在金融战当中 代表中国人 战胜可散的 关键法宝 就是你我 所以说 他妈的 你看看 他们这个金融战 他是搞不过老共的 我跟各位讲 有老共在这里 中国人玩金融 他妈从 他妈的下商开始 就已经开始了 中国人 他妈在拿贝壳 进行交易的时候 拿贝壳 进行交易的时候 他们在干什么 这些软 有这些软东西的事吗 中国人在 他妈的 玩资本主义的时候 中国古代 有资本主义 商朝 那个年代 其实就是跟 今天 叫奴隶制的 那种资本主义 奴隶制社会的 资本主义 以物换物 进行这个商业 非常繁荣 所以叫商朝 做生意的 叫商朝 我们中国人 都这样玩下来的 当然有一种 说 这个可萨突厥 好像就是 他妈的 商朝的一支分支 商朝的一支分支 这个以后再说吧 鬼他妈知道 好吧 先就说到这里 感谢各位 说听说看 对市场要有信心 啊